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摄影的发展越来越普及 大家现在要拍的照片真的比以前容易得多 而且拍完之后 还可以立刻上传在互联网 和全世界的人一起分享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当你上传这些照片的时间 会不会遇到什么版权的问题呢? 今天香港专业摄影师公会 特别请来Marsida律师行的赵之威律师Ellen 和我们一起谈谈有关摄影版权的问题 其实刚刚踏入了25周年的 香港专业摄影师公会 一直都极力推广摄影教育 而今年特别制作这条短片 讲述有关摄影版权问题 针对的对象 不单只是摄影的爱好者 又或者摄影系的学生 其实每一位市民有摄影的 都应该要留意的 Hello 各位 Hello 其实今天很开心 是请到Alan律律师之外 同时也有几位朋友 和我们一起谈谈谈 分别有成大的摄影系学生Eason 又是香港专业摄影师 同时也是香港专业摄影师公会的委员 Dick Chan 又是照相管专业摄影器材公司的创办人 昌刚 是 其实呢 讲到版权 Alan 其实常常都听到人讲版权 版权其实是什么呢 版权其实是知识产权的一种 版权所保护的是一个原创作品的权利 版权的作品一经创作完成之后 版权就自动生效保护的作品 不需要任何注册 版权可以保护的作品有很多不同种类 例如有文学作品 艺术作品 艺术作品 戏剧作品 电影 或者音乐等等 照片 也是艺术作品的其中一种 Alan 我作为一个版权的拥有人 其实我有什么权利呢 作为一个版权的拥有人 你可以禁制其他人 在你未经你同意之下 去复制你的作品 去向公众分发 向公众提供 和出租你的作品 你也可以禁止其他人 可以随意去改动你的相片 或者你的作品 亦都有权禁止他们 其实Alan 常常都会有人说 你侵犯版权 什么才为之侵犯版权呢 所谓的侵犯版权 就是将版权的作品 的全部 或者它的实质部分 在未经授权之下 续续复制或者抄袭 这个已经是一个侵犯行为 当然将这个复制 未经授权复制的复制本 将它分发给人 将它上网 这些通通都是 侵犯版权的行为 刚才说到 所谓的实质部分 我们说的条件 就是重质不重量 最重要就是 视乎究竟所抄袭 所复制的 是不是版权作品的精髓 这个就是所谓的实质部分 但是我知道 譬如说在音乐作品 在一个作者死了之后的一段日子之后 就会变成没有版权 其实在照片这个范畴 会不会都有类似的法例去调文 其实无论音乐 图片 照片 什么类型的版权作品都好 他们通通都会有个版权期限去保护 这个版权期限的大原则就是 作者新故之后的50年 就为之是他们的期限 但是这个基本原则 会视乎不同类型的版权作品 而稍微有些改变 Eason 照片挺漂亮的 是不是你拍的 是啊 但是你整天都放了这么多相片 上网站 你怕不怕被人拿出来用 是啊 Elean 我想问如果我平时 有上网站上网站 上网站 其实版权是否属于我的呢 说到上网站上网站 其实都要视乎 社交网站的使用条款 是如何规范的 但是通常根据大部份的 社交网站 例如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大部份的使用条款 都是大同小异的 他们大部份都是说到明 说版权是属于你自己本人的 但是你在上网站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就已经同意接受了条款 条款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给一个使用权 给那些社交网站 去使用你那张照片 那如果呢 我的照片被人上网站 上去社交网站 我可以怎么算呢 例如可不可以去Facebook 投诉啊 还有呢 其实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减低被人上网的风险 如果呢 答你第一个问题先呢 如果你 发现 被人盗用了你的照片 上网 或者用其他方式 去用了你的照片 你有几个方法可以做 第一 就是你可以自己私底下 送个Message 给他 或者送个E-mail 给他 告诉他 你才是这个作品的版权拥有人 叫他立即停止使用你的照片 第二个方法就是 投诉去一些社交网站 例如你刚才说到Facebook 或者去其他的社交网站 大部分社交网站 都会有一些连结 或者是online的表格 给你去填 去投诉有关知识产权 包括版权的侵权活动 一经你提供了相关的资料 例如什么呢 你姓名啊 电话啊 和你先是作品拥有人 版权拥有人的资料 和涉嫌侵权作品的hyperlink 和你确认所有你提供的资料 都是准确的 大部分社交网站都会很快受理的 当然如果你做完以上两步 都收不到效果 那个人还继续用你的照片 那你就可能要考虑做法律行动 可能找律师给他封警告信 或者甚至去法院提出一个诉讼 至于你第二个问题 说到有关怎样可以减低 被人侵犯你版权的风险 其实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 当然被人侵犯的机会大大增加 你可以做些什么呢 主要是从技术上方面着手 例如你可以考虑减低 你上传照片的解像度 这是其中一个方法 第二可能在照片上加水印 水印上可以只是写你的名字 或者我们会建议你加个版权告示 这个版权告示就是 简单一个copyright symbol 标字C有个圆圈的 加上你的名字 加上你创作这个作品的年份 其实这三样东西加上 已经很足够证明到 那个作品是你的了 加上刚才所说的东西 你又用低解像度的照片 你又用一个水印 摆在上面 已经可以减低了其他人 去抄袭你 或者去复制你 或者去复制你 照片的意欲 对啊 昌哥 你开相机店 很多客人会去那里 聊聊聊天 买点东西 有没有试过客人 问你一些有关摄影版权的问题 嗯 有 是的 Ellen 有些客人 如果他想拿了一个作品 去参加摄影比赛 但是他可不可以保留 他自己的版权 至于参加摄影比赛 那些照片的版权 就一定要视乎 比赛的条款 因为大部分的参加摄影比赛 的条款里面 其实也有写明 版权谁属的 以我所知 大部分的都会写明 版权应该都是归分摄影师所有的 你给他的 你参加比赛 给他的只是一个使用权 给他 譬如发表你的作品 给公众看 投票 或者是放在上网 或者放在宣传物品上 这样的使用 但是当然最重要 在你参赛之前 都是仔细点 看清楚 里面当中的条款写什么 如果里面写到 原来你参赛的时候 就当了版权 给他 他拥有权 给他 你真的要小心 考虑一下 能否参加摄影比赛 之前听Eason说过 你曾经尝试过 有些朋友 被人拿了照片 去参加摄影比赛 但Alan 如果假如真的 被人拿了照片 去参加摄影比赛 我们可以怎么做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 你的照片 被人盗用去参加摄影比赛 第一 一定有版权 侵权的行为 因为他拿了你的照片 就会有复制的行为 第二 他去冒充 原创人 是作者 其实这个行为 也有机会 侵犯了你的署名权 这两个侵权行为 其实你可以 当然第一件事 投诉去摄影比赛大会 希望可以立即禁止到对方去参赛 也禁止摄影比赛大会 继续展示或者使用你的作品 如果试过都不行 就真的可能要考虑作出法律行动 阿迪 其实你在这个专业摄影界 也有好一段日子 也是一位出色的摄影师 其实我知道 近几年你都开始参与一些义务的摄影 是呀 近年都帮一些商品拍照 之前也有跟一些朋友 义务帮他们拍照 但因为基于一些朋友的关系 其实我们没有文件签过 但有一件事很清楚 就是我拍的照片 的版权一定属于我自己 这件事我非常明白 但其实很多大众 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希望阿迪可以再说清楚一点 其实照片和其他的版权作品一样 都是大原则的版权 就是谁创作这个作品出来的 就拥有版权 当然就一张照片来说 摄影师他创作这张照片出来 版权是由摄影师拥有的 这个就是大原则 但当然有时候会有些例外的情况 比如如果你跟朋友 你说义务帮朋友拍照 你跟朋友之间有一个协议 就是说一些版权给他的 那当然是例外 如果假设我公司有一个助手 譬如我们在公司 设定一些有设定的东西 影影师 譬如我没有空 我助手帮我按 那其实那个版权 是不是也属于我公司的呢 OK 这个是属于一个雇傭作品的范围 那你的助手 就是跟你们公司 是有个雇傭合约的关系 他做每一件事 在这个职务过程之中 创作每一个作品 其实他的版权 也是属于你的公司 属于雇主 那我想问 如果一张照片的概念 是我朋友给我的 那张照片是我拍的 那张照片最后的版权 是归谁的呢 其实版权是保护一个 作品的表述方式 那么作品是需要 在书面 或者用其他媒体 记录了下来 才可以保护的 单单一个意念 一个概念 其实是不会 获得版权法的保护的 诚哥 你除了卖相机之外 你会不会自己有拍照 也有的 那我想问一问 那如果我拍照 就是我的模特兒 他会不会拥有了这个超像权 或者他自己的版权 说起超像权的话 香港来说 是没有超像权保护的 但是其他世界的地方 例如中国 美国 都应该会有超像权保护的 那说回版权 版权的话 就要视乎 究竟是模特兒 找你帮他拍照 还是你找模特兒 作为你的模特兒 帮你拍照 这个是会有个分别的 因为如果模特兒 给你帮他拍照 这个变成是 他委托你去做的作品 就变成委托作品 委托作品的版权 就要视乎 你和模特兒之间 有没有一些口头 或者书面的协议 而去决定 究竟哪个拥有的版权 如果那个协议 说模特兒 要拥有自己的版权 模特兒 就会有版权 而你就没有了 哦 哦 阿迪啊 其实现在很多 双其摄影师 像你那样 都很喜欢 将自己的一些作品 放上一些网站 给客人看 有没有试过有些客人 会想说 拿你的作品 去用在其他方面 是啊 现在很多摄影师 其实他们的作品 都放在自己的网站上 包括我自己的作品 都是 我曾经试的一个情况 就是 有些客户 看中了那些照片 是在网站上看中的 那我说 可不可以 买来用啊 或者怎样用法 但是 其实 中间有很多条文 其实很复杂 希望阿迪可以再解释清楚 这些条文 可以有什么注意 其实当你授权你的作品 你的照片 给其他人使用的时候 有几点要注意 第一 授权许可 它的使用范围 是有几分 例如 就是说 你给它商业使用 去赚钱的 还是给它私人用途 只是给它网站摆下 还是给它某些特定的用途 因为版权的权利 其实可以分割的 例如复制 或者给它分发 你是给它复制 放在它的网站上 我一定会 直接给它分发 给它所有的客户 或者是怎样的使用方式 这些东西都应该 白字黑字 在书面的 许可授权书上面 列明 那还要列明的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你收不收版权的版费 如果你收版费 怎样计算 怎样付钱 这些呢 为了避免有日后有争拗 都应该详细列明 另外一点就是 在你许可使用的时候 这是一个专用 还是非专用的许可 很重要 一定要写得明白 因为如果你说 给它一个专用许可 连你自己本人都不能用的话 代表你以后 连在网站上摆照的机会 都没有了 整张照片等同 差不多 好像送给它一样 只有它能用 你都不能用 所以要在许可授权书上面 写得明究竟是 一个专有 还是非专有的授权 假设如果我同意了 给它用的话 其实我可不可以 要求它在不同的媒体 下我的照片 都可以下我自己的许可 这个是可以的 作为一个授权许可的条件 其实你可以要求它 给你认同 你是这个作品的作者 因为版权条例里 除了保护版权 还保护创作人的精神权利 精神权利其中一种 就是你作为原创人 被识别为作者的权利 你是有权这样做的 如果我在街上 突然看到有些人的表情 很有趣 我就想用相机 掌握它 其实我掌握这个动作 会不会是偷拍的 举动呢 其实Eason 你刚才说的行为 已经是 叫做一种叫偷拍 但是香港本身在法例上 是没有一个叫偷拍罪的 虽然没有偷拍罪 但是不代表你拍摄什么 在公众场合都可以 因为有时候 要视乎当时你拍摄的情况 人物 以及当时你拍摄出来 照片的效果是什么 例如 现在地铁捉得最多 就是偷拍裙带 这件事本身 偷拍没有偷拍罪 那触犯了什么条例呢 可能就是会触犯了油荡罪 因为你的行为 有机会令到别人 被你拍摄的 感觉人生的安全 受到威胁 另外 有可能 你这部iPhone出来 又是进行偷拍 也有机会干犯了 不诚实取用电脑的罪行 因为电话本身 被你打电话 以及正常的运作 你去偷拍别人 有机会 被别人说 有不诚实的意图 至于 例如你在街上 拿一个长镜头 拍到别人的家 如果拍到别人 的话 就已经是 拿了别人的私隐 放进照片里面 这个行为 亦有机会触犯了私隐条例 我不用怕 你也没有什么拍人 我看你主要都是拍一些建筑物 或者城市风光 你担不担心 但有时我拍一些环境的照片 其实有时我都界定不去哪些是公众地方 哪些是私人地方 是吗 因为香港有些地方 其实都没有写明 这些是私人地方 或者公众地方 是的 Alan 其实我们在公众地方拍照的时候 其实有什么主意 其实在公众地方 也是有个大原则 其实在公众地方拍照 尤其是你说 比如说拍建筑物 比如拍一些雕塑 公开展示艺术作品 这些其实在版权条例里面 都有特定的例外情况 其实是不构成任何侵权的 但是你说到如果是私人地方的话 其实这个不是版权法内所规范的东西 而是在公众地方和私人地方 私人地方就是业主或者管理署 他有权可以规范每一个 进入他地方的人的行为 包括他可以不让你拍照 不让你到处走 不让你做任何的其他事情 他有权这样去管理 当然有时候 未必可以在街上 立刻分辨到哪些是公众地方 或者私人地方 但是如果你们在街上 留意到 写着私人地方 写着私人街道 那些你们要特别留意 如果较早前 DNG那件事件 就是拍摄他摄鬼那件事件 你会怎样看 DNG那件事主要是关于 一些市民拍摄槌摄鬼的版权问题 究竟可以摄影还是不摄影 严格来说 厨窗摄鬼的设计 也有受到版权保护 因为厨窗要人设计 要人花脑筋 动脑筋 想出来 他出来 制作出来之前 他都会有个图纸 画出来 哪个位置 放什么 而去制作出来 本身受到版权保护 如果你去拍照 你说特意去拍厨 厨窗的设计 其实拍照这个动作 应该已经是构成一个 技术上是一个侵权行为 但是当然 如果你说走过广东道 经过我想拍照 刚好背后拍到DNG整间铺 或者拍到他的厨窗设计 这个是附带形式 这样涉入镜头之内 这样就不算一个侵权行为 当然 如果你们做专业做摄影 凡亲遇到一些 你可能不太明白 或者有些灰色地大的问题 最好是咨询律师 问一下律师的意见才做 避免你们有什么法律的风险 谢谢Ellen 今天谢谢你的解答 同时也谢谢阿迪 多谢昌哥 还有谢谢Eason 是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透过这次的简短讨论 希望大家都会明白到 究竟版权是什么一回事 同时也希望各位摄影的爱好者 知道你们是拥有什么权利 不过大家要记住一件事 权利就不是无限的 一张好的相片 需要摄影的创作人 和上片的使用者 两方面互相配合 才能够达到商人的效果 在这里 香港专业摄影师工会 希望为提升大众 对版权的意识 尽一分力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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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